提告 就在葛思琦放話 說手上還握有 核彈籍的證據之後 14號他緊急喊話 說他的消息來源 在社群上的帳號 突然通通消失不見 他質疑有政治力的介入 葛思琦爆料 立委王定宇對神秘女說 我想要你 甚至還跟對方要抽起照片 即使王定宇提告 葛思琦都還嗆瞎 手上還有核彈籍的爆料 不過葛思琦說 他的消息來源突然不見了 我的消息來源被施壓了 突然看到 我的消息來源 LINE的帳號ID全部促銷掉 我就是因為當時看到我的LINE 突然這個人的照片 全都消失了 ID消失了 前一秒還好好的跟我聊天 後面突然全部都消失了 我不知道是不是政治力的介入 但是這個是非常不尋常的一件事情 是葛思琦心虛提不出證明 還是政治力真的可以 在社群媒體動手腳 我自己也有一個電台 我罵了民進黨 我被停死五天 到處去問 沒有人知道到底怎麼回事 怎麼會沒有東西介入 覺得是民間的公司 完全被他掌控 他們敢這樣為所欲為 就是因為他們掌控了一切 人還在嗎 聯絡不上 我建議他們應該要先報案 先確認人是安全的 就在葛思琦消息來源 失蹤的前一天 王定宇還胸有成竹的這麼說 他所講的場景 他所截的圖 全部都是假的 我有充分百分之百的自信 請他有任何話 拿到遞檢書好好說 王定宇講得如此有把握 是確定葛思琦在說謊 還是有把握他的消息來源 會消失不見 我希望王定宇 你不要在後面搞小動作 我所有東西錄音錄影 我都有保留 這是一個非常嚴重的一件事情 非常非常嚴重的一件事情 難道你們是要要人命嗎 你就顧等級的政治生涯 到底誰講的才是實話 未來恐怕真的得在法院見真章 記者張若慈王志恆 台北採訪報導